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光临RN与LM频道 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李月清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就跟大家分享他的演出列表 就分享到1949年 今天开始就分享1950年了 1950年李月清的演出有《白羊红蕾》 《摆错迷魂阵》 《家和万事兴》 《鬼屋》 《生无可恋今为鬼》 《梁冷艳》下集 《柳者与沙陈超》 《火烧红莲子》 《火烧平阳城》上集 《珠光蕾》 《圆尽今生》 《月泪洗残枝》 《豪门戏苦》 《蝎人贵血》 《战柳家庄》 《祭公三气华云朗》 《枝粉生埃》 《云断蓝桥》 《天魔女大战牛魔王》 《黑天堂》 《罪恶所念》上集 《年晚前》 《花落红柳》 《桃花盒夜探青龙潭》 《武判安大闹三门街》 《档府杀妾惨案》 《梁冷艳的上集》 《薄命履而香》 《天涯何处再相逢》 《夜半钟声》 《孤奉提衡》 《五福临门》 《渡朝》 《人海万花桶》 《枭巢丹凤》 《井底冤魂》 《凤嬌头水》 《花街池舞》 《红楼新梦》 《红粉飘零》 《雪影寒梅》 《瑞年后舞心》 《嫁错今归世》 《古怪恩怨》 《慧情颠倒》 《冷月半情半郎归》 《渡处惹人年》 《败家仔》 《红白卯丹花》 《新姑元嫂劫》 《虎海明灯》 《情劫梅花》 《金诗长》 《玉离云》 这是1953年 《危流春晓》 《处处喜相逢》 《春家》 《千万人家》 《日出》 《九九五四年》 《九九五四年》 《九五四年》 《秋》 《汉母帝梦回惠夫人》 《横华世家》 《山水有相逢》 《家家户户》 1955年,有呂黑俠、燕之虎、寒夜、侯昌、 呂大呂世界、天长地久、下一代、一代明花、 宜呂痴情、思情、出谷黄银。 这是1956年。 相思还云记、大地回春、夜夜念奴嬌、 袁佩夫人、小白菜情困羊乃母、 碧海浮屍、慕美人、手足情心、 碧血恩仇万古情。 接着是1957年。 1957年作品有《血染相思谷》、 《琵琶冤》、《小虎人》、 《倫家友女初掌誠》、《唐山娜嫂》、《提笑恩怨》、 《雄梅淑女》。 1958年,酒店情殺案、奸情、天貫慈福、玉女春情、美女春夢、玉女驚魂、 射雕英雄傳、千金小姐、借新娘、碧血劍、紫薇圓的秋天。 然後是1959年,李月清有:「一命三兇手、過浮新娘、天倫情淚、白髮魔女傳的上集、 麗鬼冤魂、白髮魔女傳的下集大結局、獨立喬之戀、豪門夜宴、能燃尿、胡叛草、白髮魔女傳的下集、人倫。 然後是1960年,1960年有:「慈無心,我要活下許,書劍恩仇錄的大結局,可憐天下父母心, 紅、人海孤紅、人海孤紅、血屋驚魂、難興難递、血淚人生、人、獄女追蹤、神雕合女、龍鳳劍。」 這個龍鳳劍就在1961年,61年還有:「九九九二十四小時奇案、燕陽刀的下集、龍鳳劍的上集、金粉世家的上集、天倫的上集、火屈幽懶、晴天未老。 然後到1962年,1962年有:「毛、湖山盟、難得有情郎、 鵝眉三劍合、劍姑七有其餘記、富貴神仙、離鄉情淚、蘇小小、患難真情、 暴雨紅蓮、暴雨紅蓮、秋風秋雨、吸血虎、小偵探、湖山盟、蘇夫人。」 然後就1963年了。 1963年作品有:「狂人塔的上集、千金之旅、刀劍圓的上集、萬劫燕鷗、無敵燕鷗劍、鐵燕鷗、 恩怨情天、斷牆花、興河博明、狂人塔下集、永傑同心、藍藍女女、 人海雙貓、仁海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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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雪山飛湖的上集、香港屋禪、花花公子、血子仁、 洛陽旗合傳、風虎一夜恩情。 雪山飞湖的下集,假妻,狼心如鐵,柳葉刀,黑色的假期,真假情人,飄零雁,海棠紅,英雄兒女,公子多情,孝女珠珠。 然後就1966年,1966年有孝女珠珠,情人的眼淚,少女心,玉女含冤,怨嫁鬼新郎。 然後1967年,離婚之喜,長髮姑娘,青春之戀。 然後1968年,初歸媳婦,所著的新娘,兇手尋兇。 然後1969年,秋雨春深。 然後1970年,二聯情真,群方抱。 好,最後一套李月清拍的電影,就是1986年的《神探珠故力》。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李月清的演藝人生。 分享到這裏也全部完結了。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請大家留言,點讚,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們這個RN與RN頻道。 好,下一回繼續和大家介紹另一個人物。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收看,拜拜。